農曆春節長達九天 許多民眾在疫情之下 南來北往 被防疫指揮官城市中視為重中之重的 桃園跟高雄兩座城市 今天分別在記者會上宣布 市內的幼兒園 一律是延到二月十四號開學 避免發生群聚感染 武漢肺炎本土個案桃園 高雄稍不停兩地市長 做了這個決定 我跟這個高雄市政府 陳其邁市長也有討論過 那麼我們決定 這個公私立幼兒園的開學時間 那麼展延到二月十四號 不只把幼兒園開學延後到二月十四號 陳其邁更宣布開工前 在高雄港工作的人 跟造船廠相關工作人員 都要先篩檢否則不能進場 風險真的很高 像是高雄新增的十例本土個案 九例就是高雄港群聚案延伸 四例隔離期間應轉陽 另兩位是七歲男童阿公阿嬤 男童姐隔離陰性幾天後應轉陽 阿公阿嬤採檢同樣確診 最後三人則是高雄港確診個案 匡列者裁檢陽性 另一例則是宜蘭郊西某飯店案的延伸 確診個案是某幼兒園五歲童的主要照顧者 隔離期滿應轉陽 為了防堵疫情 尽管過年前高雄不少居民都做過快篩 陳其邁仍宣布擴大篩檢 像是旗津區居民也要全面再篩檢 同時也鼓勵500位員工以上的企業 年後開工前員工居家快篩 記者郭旭輝 劉企文 許瓊文 SNG小組高雄報導 挺容易在網易組合 字幕踏出